我们知道菜价每逢台风必涨 但是主计处却刚好在昨天 首度公布生活物价指数 降幅还不小 跟民众的实际感受很明显有落差 连行政院长吴敦仪也表示 的确有改进空间 换钱已经80块钱 比爸爸水在前贵的一倍多 这位太太考虑好久买不下手 青菜一把卖20元看来很便宜 但是一个月前才卖10块钱 还有这些青菜每把也都贵了5块钱 明明最新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呈现下跌 怎么没感觉东西变贫 日常用品是有比较贵一点 民众质疑政府公布的数字 和实际感受有落差 但更多人是质疑搞不清楚 最近又公布的生活物价指数 和原来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到底有什么不同 就算知道那些数据也不能干什么 不是吗 那是其实都给官员在看的 我想那都是一些数字而已 对啊 跟我们实际上 其实我们比较不会去注意那些 主基础新编生活物价指数分为三类 甲类包含食物 水电油价粉项目 一类含有教养娱乐 品类以一般家庭美剂 并买的生活用品为主 有立委认为这些指标 更敏感反映出物价波动 但是却不够及时才会引来民怨 建议政府考虑比照迹象播报 每天都能提供数据 能不能仿造去向局 每天公布 甲类一类品类 每天公布 CPI做得到哦 假如技术上没有困难 可以做吗 我一定乐于接受啊 提出说明经济的行政院长吴敦毅表示 技术上没困难就一定做 愿意听取专家的建议 也认为该改进 但怎么改将能让民众清楚了解 也许官员们该听听这些菜市场 活过妈妈的一切 记者综合报道